一辆在满学生的大巴上 所有人都在享受出游的快乐 唯独这个女孩呆呆地坐在窗边 若有所思 等到大伙都睡着的时候 女孩发现前排的大叔总是不怀好意的 回头盯着自己 与此同时 大巴偏离了原定的路线 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路 一道铁门慢慢打开 大巴来到了一个废弃的试验基地 前排的大叔点头示意 下一秒 他们就都戴上了防毒面罩 转身向后方扔了一枚烟雾弹 学生们惊恐万分 急切地想要下车逃命 却被大叔们用武力镇压 随后 其中一人来到女孩身旁 将她扛下了车 然后一群身穿防护服的神秘人 走上了大巴 等女孩醒来后 发现自己躺在实验室的床上 身旁正是魔女衣中出现过的 白博士的妹妹白衣 原来女孩是初代变种人 现在她刚好怀有身孕 而白衣的目的就是 利用她的基因 来培育更多二代变种人 可没过多久 基地就被一群神秘人闯入 直接开枪打死 实验室的全部变种人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 有一个名叫小雅的二代变种人 突然醒了过来 原来小雅拥有超强的再生能力 能够死后复生 她淡定地拔掉身上的针管 光着脚丫离开了这里 她漫无目的地走在郊外的公路上 突然一辆汽车飞驰而来 不料 小雅就这样被绑架人质的黑帮盯上 黑帮将小雅当成了目击者 直接将她也掳上了车 可他们还不知道 眼前的女孩将把他们送向地狱 坐在后排不知情的人质庆熙 不停地给小雅求情 可不安分地混混 竟开始对小雅动手动脚 然而下一秒 他们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最终小雅就下了庆熙 为了感谢小雅的救命之恩 庆熙将她带回了家 还请来了医生为小雅治疗 而医生在她的体内 竟取出了大量的蛋片 缝合好所有的伤口后 医生发现了小雅的骨骼惊奇 然而就当她喝个茶的功夫 小雅的伤口竟已全部愈合 医生将此事告诉了庆熙 让她要慎重选择是否要收养小雅 她应该是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很可能会给自己引来麻烦 但庆熙没有顾虑太多 还是将小雅带回了家 将她当妹妹对待 不仅给小雅做饭吃 还给她准备了睡觉的房间 失去要无意志的小雅 开始恢复了自己被克隆的记忆 与此同时 惹失的黑帮并没有放过庆熙 黑帮老大带着大批手下 包围了庆熙的农场 庆熙拿起了猎枪挡在了门口 却被他们强行控制 弟弟拿起了木棍冲出来反抗 却遭到对方的毒打 就在黑老大逼迫庆熙 牵下农场转让舒适 小雅突然出现在了房子的屋顶 在大家的注视下 她从屋顶直接跳了下来 毫发无损地落在了地上 随后缓缓地走向 殴打庆熙弟弟的胖子 一旁的小弟见状抄起了木棒 结果被小雅一把碾碎 只见她一脚 便解决掉了一旁的小弟 接着朝着黑老大走去 黑老大被吓得连连后退 好在庆熙连忙劝堵 小雅才停止了攻击 庆熙趁机给了黑老大一巴掌 赶走了他们 另外一边 一个女人 刚刚血洗了整个教堂 事后 她自行取出身上的蛋片 血淋淋的伤口也随之愈合 她是第一代变种人 但现在已经加入了雇佣兵堵 脱离了实验室的广控 白衣在得知小雅逃脱的消息后 便找来了女兵去抓捕小雅 女人拿起尖刀 想偷袭眼前的女孩 然而下一秒 女孩反手牵住她的武器 将她一刀毙命 显然 女人低估了 二代变种人小雅的实力 多年前 韩国秘密实验室 为了打造军事武器 克隆了变种人小雅 可没过多久 一帮神秘人血洗了实验室 唯独拥有再生技能的小雅重新复活 并且逃出了实验室 可实验室负责人白衣 发现了小雅幸存逃脱 认为小雅体内的基因 一定能培育更加强大的军事武器 她找来了一代变种人女兵 去把小雅带回来 并给了女兵一个 能探测变种人的追踪器 就当女兵准备出发时 一辆汽车尾随其后 等到下一个路口 女兵的车突然消失不见 下一名 很快被撞到汽车里 走出两个毫发无伤的男人 原来他们是女兵的老仇人 心仇旧恨一触即发 双方都是一代变种人 可女兵的手下大胡子 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随后他们拿起了小刀进行反击 然而都不是大胡子对手 被大胡子打飞的男人 落地直接贯穿了身体 可对他们来说 也只是皮外伤 根本不值一提 但大胡子身经百战 很快制服了对方 制服完两人后 女兵发现了追踪器出现了闪动 原来是小雅在农场制服黑帮时 释放的超能力被定位 他们赶紧调转车头 赶往小雅的方向 女兵找到了庆熙 让她看了小雅实验室监控的录像 并告诉她赶紧远离小雅 因为这样的怪物 会害死自己的家人 可庆熙早就当小雅是自己的亲妹妹 她难以舍弃小雅 与此同时 一伙二代变种人 也开始对小雅发起搜捕 之前攻入实验室 屠杀变种人的神秘人就是他们 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被枪爆头的小雅竟然还活着 他们找到了 见过小雅的黑老大 拿出一瓶变种人药水 跟黑老大做交换 套出了小雅的藏身之处 很快 二代变种人 对小雅的农场发起了攻击 而一旁的女兵 也发现了二代变种人的加入 此时庆熙不忍小雅受伤 赶紧叫小雅离开 自己拿起了猎枪出门拖延时间 庆熙弟弟带着小雅逃出房间后 便赶回了家想帮姐姐 可没想到黑老大二话不说 就直接开枪打死了庆熙 而远处的顾庸丁 直接一发火箭炮炸掉了他们的家 女孩只一个眼神 男人的胳膊瞬间就炸开了花 假如说一代魔女多美已是无敌 那二代魔女就是无视自然规律的存在 她拥有超强的意念控制能力 攻击力更是高到离谱 但这也遭到了负责人白衣 和二代同行变种人的忌惮 他们来到小雅所在的农场 发动了围剿 而黑老大为了抢夺地盘 直接打死了收养小雅的庆熙 弟弟见到惨死的姐姐立马冲了过来 远方的雇佣兵直接一枚火箭炮 射进了农场 就此 二代变种人 也发现了一代变种人的存在 双方立即展开了战斗 可奈何尖刀女的等级太高 雇佣兵每次进攻都被割伤 最终 另一边 黑老大威胁弟 让他说出小雅的位置 就在这时 女兵及时出手 打伤了黑老大 一旁的二代变种人刘海妹 也放起了大招 只见他轻轻握起拳头 所有的木板就腾空而起 女兵趁机发起了机枪扫射 然而二代变种人的速度太快 根本打不中 一瞬间 刘海妹扑倒了女兵 往她身上疯狂插刀 好在女兵抓住了刘海妹的手 然后直接一枪爆头 可万万想不到 就连爆头也能自己治愈 他们赶紧来到庆熙弟弟身边 让他说出小雅的位置 然而一旁的黑老大 直接开枪打中了庆熙的弟弟 这时远处的小雅同昏迷中醒来 而此时 一旁的尖刀女 想对小雅发起偷袭 可下一秒就被小雅直接反杀 随后 小雅拖着尖刀女的尸体回到了农场 结果看到了惨死的庆熙姐弟 小雅爆发了 只见她一个意念 直接让男人的手臂爆炸 又看向一旁的黑老大 直接将她的肋骨折断 刘海妹还想着进攻 拿刀冲向小雅 结果被一把抓住 在小雅的意念下 尖刀慢慢转向刘海妹 此时刚刚长出手臂的男人 用意念控制了所有杂物 正要攻击小雅 可一瞬间 所有的石头都被钉住 随后 小雅轻轻一挥手 男人直接化成了灰烬 本以为就此尘埃落定 可刘海妹看到了 一个身影后笑出了声 这人竟然是一代魔女多美 正当刘海妹得意时 多美竟直接杀掉了她 原来当时闯入 实验室的二代变种人 都是多美派去的 而小雅正是她一直寻找的妹妹 但是多美并不确定 小雅就是她的姐妹 便杀光了实验室所有的人 直到小雅从实验室走出来后 她就确定了 因为只有小雅 才跟自己有一样的能力 接下来 他们将一起踏上 寻找母亲的旅程 与此同时 白衣那边似乎也发现了这点 实验室里一个女人 也悄然睁开了双眼 影片到此就结束了 但就结尾来看 预计还会有第三部 故事究竟会如何发展呢 一起期待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魔女》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